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緩和有聲音要求 學校恢復全日劑面秀科堂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 學校如果要恢復全日劑面秀科 建議事前全校一定要廣泛接種疫苗 否則校內間中會出現不明的呼吸道病毒感染個案 全校都要強制檢測 但靠本地短時間清零和檢測並非長治久安的方法 學校梁指出現時大部分中學生未適合接種新冠疫苗 建議政府要求藥廠盡早提交數據 並且加快審批降低Beyondet疫苗 接種年齡下限至12歲 她有提到越來越多數據證明 新冠疫苗既安全又有效 年輕人接種後的抗體水平會比成年人高 呼籲政府多向年輕人解釋 嚴派靠公權力逼市民接種